高雄市長韓國瑜面對被國家機器監控的問題 他上午也做出了最新回應 我們聽聽他的說法 他要求當時執政的馬英九總統 有沒有隨便使用濫用國家機器 有沒有責任跟義務出來說明 這是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的問題 所以我同樣以指之矛攻指之盾 請問蔡英文總統 你還記得你曾經說的話嗎 市長郭台銘今天可能會表態 想要參選總統 各位安全帽 各位安全帽 你怎麼看 其實今天的最大條 就是郭柯往同台的問題 同樣韓國也被問到了這樣的問題 像是這個問題 還有郭台銘好像是要報備來參選 甚至傳出支持者覺得說 要開除郭王黨籍這些問題 他都聽到了 不過韓國瑜是選擇不回應 快閃回上回到了坐車 似乎對這個密議題呢 也覺得相當的敏感 這是在現場的最新狀況 把時間還給棚內主播